合资品牌在我国的汽车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为它们不仅仅让国人可以买到便宜的外国汽车 而且还有很多国外品牌技术引入了到我们国内 北汽长期与奔驰合作获得了很多奔驰的技术 北汽汽车里面有一款非常贵的汽车BG90 售价高达98.8万 很多人很好奇这款车为什么能值这么高的价格 有网友这样回答 看看三大汽车的汽车 它其实就是套了国产外壳的奔驰越野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先来看看三大件的配置 这款车搭载奔驰的3.0T双翼轮发动机 或4.0T双翼轮增压V8发动机 最大功率分别可以达到245千瓦和310千瓦 完全是奔驰汽车所生产的 除了发动机 这款车的变速箱和底盘也是来自奔驰JLS的生产线 这样的动力配置完全可以配得上98.8万的价格 看了动力配置很多人也应该想知道 这款车在别的地方是不是也有着跟奔驰一样的特点呢 从外形上来说 这款车走的确实是奔驰风 拥有硬朗的外形 看起来充满肌肉感 汽车的长光高分别为5171×1995×1860毫米 轴距达到了3100毫米 可以说是一款巨无霸车型 在内饰方面 这款车采用的与奔驰一样的三幅式方向盘 并在方向盘上添加了北极汽车的标志 控制台采用了木纹与雅光度隔条的搭配 让这款车看起来非常的上档次 这款车的车钥匙也是与奔驰汽车一样 只不过把上面的标志 变成了北极汽车自己的标志罢了 就是一辆换了国产壳子的奔驰汽车 虽然BG90与奔驰汽车基本一致 但是毕竟是没有奔驰汽车的名气 如今却卖的跟奔驰价格一样的价格 让很多人不禁怀疑 这款车到底会不会有人买 去了解这款车目前还没有对股东群众上市 只负责满足政府部门的需求 人们到底能不能接受这款车 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揭晓